至于对手国民党的云林县长候选人张立善 今天再度展现了高人气 动员了一万多名支持者 要在选举前进行最后冲刺 云林绿大于蓝的基本盘列是张立善说 他已经有自信可以后来居上反转局势 而今天的造势活动呢 蓝营也演出了中部连线 请来了张华县长卓博元 嘉义市长黄敏慧跨县市辅选 现场声势好大 一顿又一顿云林乡亲下了游览车之后 陆续走向县体育馆 格格张仁卫在外头充当最佳服选员 跟大家握手寒暄 距离选举日不到两周 云林县长候选张立善16号进行最后冲刺 再度展现惊人动员能力 聚集了超过一万名支持者到场造势 云林县长期以来都是绿大于蓝 但是李靖勇先生一直没有办法守住他的基本盘 而是一直跌跌下落 那我能够力挽困困难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紧紧的接住 而且紧紧的接近 那只差那么一里路 我相信我会把握最后这12天黄金时段 我一定可以赢得最后的胜选 像是巨星一般走上舞台 现场更是挤得满满都是人张立善 省事好大面的云林的蓝绿基本盘烈势 如今已经逐渐后来居上 与居上也多了几分自信 但他也不骄傲 说自己还是全靠相亲爱护 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因为我们 跟地方的互动非常的深忙 那服务也非常的好 所以凝聚了这样的一股力量 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都能够把这时候的力量集中起来 这位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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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不只是相亲相挺 张家大团结更是这次张立善凝聚气势的原因之一 而周日活动也演出蓝军连线 包括张化县长卓博元 以及嘉义市长黄敏慧也都到场支持 是否能一举在云林翻盘 29号减分啸 雨点TV陈神王嘉宏云林报导